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节目 我是澎湖道场原副法师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黄慧儿贤士 跟大家来分享有关她学习 《易经》《风水》《诵经》 以及《中门》的诸多心得与案例 那么我们现在请黄慧儿贤士 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阿弥陀佛 法师全国的各位同修 阿弥陀佛 我是三宝市十二届正期班黄慧儿 今天很荣幸来参加用意人生的节目 在回想刚踏入中门的因缘是 初期班刚要开课 那我妹妹就说初期班需要有人写笔记 帮老师写笔记 她说姐你太轻松了 那你去帮大家共同做笔记吧 那我就想说好吧晚上没什么事那就去学吧 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就踏入中门到京 那回想呢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刚加入中门的在民国九十二年的时候到了十二月中旬 有一天回家的时候不小心被车子撞了 那撞的时候呢就飞起来掉下来 后来送到医院 医师跟我讲说你怎么了 我说车祸 他说怎么会像车祸不是累惨吗 我说不是 后来他就做了一些的稍微的处理膝盖的处理之后 回家呢第一件事怎么办 我应该如何跟造势者如何处理 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启蒙老师 远南法师 我就告诉老师说在电话中 我说老师我出车祸了 那老师就说 来报个三个数字吧 我说好 那三个数字呢老师说 你的脚受伤耶 我当场弄住了 因为我只说我出车祸也没有说怎样 老师说你的脚受伤 那老师说不用怕不用怕没问题 太怕太受就好了 原本呢是想问一下说 如何跟造势者的处理 但是老师说不用怕 我就当场问老师说 那老师为什么是脚受伤 他说你粘出来的 你出来的挂是正微蕾啊 那正就是脚啊 当场真的我感觉到挂象的 见识到挂象的厉害点 那从这一点呢 我真的 因为膝盖受伤各位都知道 膝盖受伤是很难好的 可是呢到了隔年九十三年的元旦 我们参加祭祖的时候 我上面的结架就不知不觉就掉下来 冥冥当中有生活的帮忙 让我在这一次的车祸当中 由大事化小安然的度过 这个是在第一次见识到我们的挂的厉害 那再来九十三年的时候呢 因为刚好是冬至 那冬至呢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接到家里的电话 告诉我说家里招欠 那我就跟我爸讲说 那招欠爸你去帮我看一下 我抽屉里的东西 我的金融卡信用卡 有没有被抽啊钱等等 那回家的时候我爸说 请爸爸赶快到银行去做 银行的指付的动作 可是呢回家的时候 我爸说根本银行不受理 好那我爸就告诉我说 今天招欠不是只有我们家 是整个社区有四富人家 那听下来之后呢 我就想说我就打电话给报警 警察就来我们家跟我讲说 你们家灰尘太多了 找不出指印 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是新路宅的房子 所以呢我就想说 我妈妈就跟我讲说 钱丢的是小 人平安就好了 因为前一天晚上原本呢 冬之前的晚上 原来是要住在那里 我骑摩托车骑到一半 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 我就想说 今天不要去住新家回家好了 我妈妈就问我说为什么回家 我就说我今天不想住 我妈妈说好好好 那事后呢我也觉得 为什么会招欠 而且一招窃是社区有四富人家 那最有一富人家 私窃的金额最多 26万 那我们家是最少的3000块 这样的情况 可是也很悬的一件事 我的钱呢 班上的钱的班费都放在我的抽屉 用信封带赚了1万多块 窃子也没有拿1万多只 拿了少少我自己的钱 3000块跟一条小项链而已 所以我就觉得百事不解 为什么这个妾结能够找到吗 我就自己沾个瓜 沾出来是天雷无望 那就问老师 说这个妾结能不能抓到 老师就跟我讲说 无望之灾 内鬼通外神 我就百事不解 为什么内鬼通外神 老师跟我讲说 这个小偷在你们家的西南方 西南方 而且躲起来 抓不到 我就回想 老师跟我讲这一句话之后 我就回想回去了 西南方刚好不谋而合的 跟有一户人家 他召怯的人 阿嬷就跟我讲说 当天隔壁邻居一个小朋友 来跟他借 要从他们家楼上 到另外他们的对方 因为他们家锁起 他没有办法住进去 那就这样我就告诉里长 那里长就去拜访对方 那对方连夜就搬走了 到现在都没有住到那里 那后来呢 因为我们家在新家的时候 是找周门的师兄 来帮我们做整理装潢的 那我遇到那个老师的时候 我就跟老师讲说 老师我们家招钱 可是损失怎样等等 老师就跟我讲说 如法的房子都不 损失会很小 真的是很小 可是我一直百思不解 就是我们家为什么会招钱 所以有一天在跟师兄姐 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师兄姐就跟我讲说 我们一起到你们家去看一看 那从到四楼顶楼的时候 他们在看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师兄姐 有一个师兄就跟我讲说 惠儿惠儿你来看 你们家对过去有一个乌吉萨 就是我们俗称的探头萨 有小鬼探头 怪不得你们家会招钱 别人不为 就是只有你们家 原来是这样的问题 那我就问师兄说 那怎么处理啊 他说中门不是有平安镜吗 你挂平安镜就好了 那我就从中门你们买了一个平安镜 平安镜中间有一个圆圆的红色的 那平安镜呢 我也问说 上面他就有写说 什么时间来挂这个的镜子保平安 那也提到每一个月的初一 或者是十五 或者是单数的五十挂上去 那我们也按照法医来做这个处理 那挂上去之后 从九十三年到现在 一切都非常的平安 所以呢 从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了 如法的房子 真的会让你做的平安 但是风水真的是很重要的 那以上两个例子是 刚学踏入中门的时候 给我很大的印证 那之后呢 因为工作的关系 就有这个缘分到澎湖来 那澎湖呢 到这里来工作的时候 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住屋 那我从网站找了好多 都没有一家 能够让我有一个心安的部分 那有一个师姐就跟我讲说 为了澎湖有没有到场 说有啊 有澎湖教室啊 他就说 那你打电话给师兄姐啊 可是澎湖我又不认识人 我只想到有原妇老师 所以呢 我就借着中港道场的主任 他告诉我原妇老师的电话 那我就打电话给原妇老师 真的非常感恩原妇老师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协助 他就告诉了中门的师兄姐的这个问题 那有师姐就提供了他的同事 有房子要出租 那我就想说好吧 也没到澎湖来看 最主要的是 我不可能大老远的飞一趟飞机 来这边看房子 所以呢 就师姐告诉我之后 我就按照他的地址 还有房东的先生 沾了一下租屋己胸 那租出来 沾出来是对位者 六冲挂 那基本上各位都知道 六冲挂应该是不宜 所以我就再一次的拜托 原妇老师说 能不能再请师姐提供其他的物件 因为真的很急 也快要开雪了 那要来这里工作 一定要有个房子可住 这个才是会让我们安心 那之后两天后啊 突然灵感一到 有一个感觉说 为什么我会用 要不要用房东太太 来沾再沾 因为为什么会想到用房东太太 因为跟我联系的人 就是房东太太 所以呢 我就用房东太太呢 沾出来的瓜 再一次的沾说 猪屋己胸 那沾出来的是折水捆 那应咬来生事咬 而且应咬呢 是子孙 子孙来生事咬到子孙又旺 所以我二话不说 立刻打电话给房东太太 房东太太就跟我讲说 她已经po出去了 那既然呢 你是某某谁介绍的 那我们就立刻签约 我就先汇款 汇了少部分的定金给她 我就说 我就要跟她租屋了 当天到达这个房子的时候 真的挂不欺人 她进去之后 就是非常非常的明亮 那个整个气场呢 就是很舒适 不会给你感觉到很不舒服 因为一般来讲 猪屋的话 会给你感觉就是有压迫感 那这一间房子 除了明亮之外 那个磁场啊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舒适 那也在那里住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平安 所以我感觉到 中门里处处有温暖 处处都有 为人在不断的学习当中 有一些人的帮忙 这个是我最大的幸福 因为也感谢 澎湖教师的师兄姐 在这一年当中 对我的照顾 而且也感谢原副老师 在这里 在他的门下之中 学习到了很多的 不管是易经或者是风水 对我来讲 都有很大的注意 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 我们都会师父常说 要沾卦来返范未来 所以呢 去年我也自己沾了一次的流年 那瓜相呢 他是水雷屯 那子孙祠寺 而且子孙非常非常的旺 那子孙祠寺呢 就是告诉我要修行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因缘 到彭埔来做修行 可是呢 瓜相的时候 有老师跟我提到了一件事 因为我是毛连山的 兄弟姚 第一姚跟第六姚 都是兄弟姚 子冒行 自己会自行 所以有老师呢 就跟我提到说 你呢 跟兄弟姚妹 真的不要有争吵 凡事呢 要忍下来 不要生起 对姚妹呢 也不要 有一些的抱怨 真的挂象 不会欺人 我最记得去年 因为我们家的关系 不能扫墓 可是哥哥呢 就叫我们的侄子 必须参加家族的扫墓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 不是有老师说 我们今年不宜去参加扫墓 哥哥就很大声 我也很大声 所以呢 从这件事情 真的给我很大的警惕 凡事呢 真的修行年的年 自己就是要 很平心静气的去 面对每一件事情 而且凡事呢 就是我们学的易经里面 凡事皆沾 因为挂象 绝对不会欺人 会欺骗的人的话 是自己在欺人 因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只要你肯沾 凡事你都可以繁范未然 而且很多的生活 我会帮你做成 做了很多的安排 以上呢 是我来这里学习的过程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 可以感谢老师给我这一次的机会 因为我们学习疫情 它就是能够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而且可以帮助他人 那么其实我们透过我们这个维新圣教的一个中门大家族 那么大家在一起呢 我们的全国到处都有道场跟教室 也就是说要方便大家学习 所以在这么多的道场 我们因为工作或者是说一些的这个问题上 那需要变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方便大家随时在不管在任何地方那么都可以学习 那么人呢 其实你什么时候会去碰上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很难讲 对 所以当初接到你的电话的时候呢 对 我就是第一个就是先问问看说 针对你的问题 那我们这边的师兄姐 看有没有办法提供一些讯息给你 对 那也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如果说你有修行的话呢 这个贵人都会很容易就出现 对 那么透过我们师姐她也很热心 她的这个朋友 她的那个朋友她本身她就有房子刚好要出租 对 她就这样就打上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讲广结善缘 这个很重要 那进入你不用担心说我现在学怎么样 其实我们随时地方都可以学 对 就像说你原先在三宝寺 那现在在我们这边学习 那如果改天我们如果说又有异动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可以到就近的道场上来学习 那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微信圣教呢 他在我们的这个国家里面呢 他就是提供给我们所有的中文的同修信众 那么你可以来学习 那么有事情的时候 你也有一个可以来寻求问题解答的一个方案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广设很多的这些道场的一个原因 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呢在这个面对人往生以后呢 其实我们一般都是听从这个我们掌仪社 跟我们这个交代的这个程序去走 因为大家目前是农工商 所以呢往往就是一般就是做这个清气凌啦 那么其实这个方式呢 在我们的传统习俗里面 他要做七的这个 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七天一次 这个七天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些亡灵 那么他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关卡 那么我们阳间的人先帮他做这个功德给他 那也指示他说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做反省忏悔 所以呢 师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常讲 孤雷无悔 心雷无悔 灵魂的这件事情从古到今都没有转变 所以呢 他在这个在我们中门里面呢 就做了这一个主德流芳的圆满法仪的这本书 那么就是说要我们自己呢 因为随着这个社会形态的转变 那么很多人士农工商都在分散在各处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整个那个出病的法仪 全部结束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法仪那么来做 那么慧儿师姐曾经跟我讲过说 她曾经对跟她的这个母亲 对 曾经做了这个法仪 那我们现在来请慧儿师姐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前年我们的母亲不幸的往生 那也像老师所讲的 我们由藏仪社他处理一切的程序 那藏仪社就跟我们讲到说 是清零 其实我们都不太懂 那完全都交代由藏仪社来处理这一件事 但是有师兄就跟我讲说 你可以自己来受精 其实那时候在丧起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么多 那等到整个仪式做完之后呢 我就突然想到了 有法师跟师兄都说 你现在在家里啊 你可以帮你妈妈再做七啊 因为刚好我妈妈是头七跟二七都已经结束过了 那我就开始从三七四七五七六七到圆满七 开始呢 按照我们中文的法仪意义来做 那每一次要做的时候都会先问一下我妈妈的灵有没有到 那一问一拨杯都来 那等到三十分钟按照我们的法仪整个要的那个要的贡品等等 金银财宝都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做的时候都有 那也是当今天要画金银财宝的时候 我还是会问我妈妈说 今天有没有高欢喜性 那宝贝都是有 都没有说什么叫不到啊 或者怎样很 我觉得自己当你在做这些的科仪的时候 你是很快乐的 那个心情不是很沉重 是很快乐 那去画金银财宝的时候 往往都会出现 日证当中会出现一个天象 有一个日轨在上面 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就跟很多的法讲师来分享这件事 他就说 因为你妈妈做得很好 但是最不可思议的 有一次做到五七的时候 那一天刚好下大雨 那下大雨呢 还是一样画金钻 那我画金钻的时候 突然雨停了 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 雨停了 我就画 而且还一样 出现天象这样的情况 那等到我画完金钻的时候 那个雨过了半个小时 雨就停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凡是按照中门的法医来做 真的是很殊胜 会让你不自觉的有感受到他的威德力 那我最记得呢 当圆满期的当天的下午 我就想到了有一步经典 所以我在帮我妈妈送的 姚子姬姬定会解脱真经 那在送的过程当中 往事历历一直浮现我的眼前 其实那是一种对父母的回忆 对母亲的回忆 但是我也感谢我的妈妈在她在世的时候 对我们的教养 那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往事历历一直浮现的时候 就像我们俗称了 校会感动天的情况 它不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 感动天会让你圆满很多的事宜 那最后呢 当我父母要做 我的妈妈要做三年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有学到了折日 那我折日之后 自己来折一个日子 那也问老师 老师说非常棒 那也问妈妈说 那后来找的老师来帮我们做了折日 因为我们家去年是坐西向东 不能干楼 所以等到今年呢 就帮她做了圆满的三年 所以呢 从这里的部分 我觉得也许很多人都是由藏仪社来帮你处理这些事宜 那种的好像有一点很快速的 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们自己亲生的 来帮我们亲自 来帮自己的母亲 来做这些的法医 科医的时候 我觉得就像那一天 三年甘露的时候 我妈妈她非常非常的满意 因为一半杯 她就甘露去跟祖先团圆的部分 所以呢 我觉得在生命当中 让父母教养我们 那我们能够在她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 能够做的 很可能就是这些的法医 让她能够上天堂 能够还好的再去做一个的修行 这个是我们作为儿女 应该要做的 帮父母圆满的一件事 好 谢谢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黄慧儿贤士同修 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收看用意人生观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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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